如果有那么一台车 动力体内躁动的热血灵魂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这是我的回答 Default Focus STMK3 如果你是一个必须向家庭妥协的玩家 你想要购入一台家庭性能车 并且意志不坚定地在各品牌与年份进行游走 那么或许你更多需要的是钱 也许你会说250匹的原厂马力旅行不足 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你将转速指针逼到红线区的机会 比你老婆高潮的次数还少 承起了欧洲车操控特性的STD版 上格打四代 下格杀二代 在每一个弯心 留下理所当然的句号 但如果我要的不止这些呢 老板闭嘴 老板闭嘴 我不想要 但是6.5度体温正常 冬展车工厂 严谨的 会 但是我都讲 开天双北指引电很高兴为你服务 我就是想改避震而已需要这样子吗 老板不要这样啦意气性消毒而已 说吧 你具体想改善的就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高速公路行驶 我想要超车的时候 我发现车身会有多余的一些小放动 就是第一点我想改善 那第二点呢就是 我想要在山道抄架的时候 可以多一点稳定性 更犀利一些的路感 但是同时又不能让我的家人太颠簸 好 那我就帮你用一组特殊板 太快了吧 做技能高吗 没错 KT旅行就是快就是神 车身高力可疗 30段主力软硬可疗 日本口游强化商座 恩后可以有风 意大利原转IP主力有 9453 不不9245 高刚性逃亡 全部在这里面 从医院到套装B站 都在KT旅行 自有工厂玩着组装 OEN代工 哼 你记清楚了吗 我记清楚了 那你重步一遍 我这就重步一遍 OEN代工啊 说 说 绿豆先生真好 老板终于结束他那 完全没有放逐的结束了 现在 可以开始安装 KT瑞丁的避震了 而阿贵与我也在一旁 尽心尽力的 给予老板技术上的支持 在反复调整并完成四轮定位后 总算是结束了KT瑞丁的安装过程 牧送我离开之后 老板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 据老板说 透过这样小小幅度的升级 可以换来 为所欲为的操控 你确定吗 这个路感 每一个细微的振动 都能清清楚楚地传递到方向盘上面 让我随时知道 我的避震 底盘 轮胎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不管我下的是哪一个方向的跺脚 KTB镇所提供的支撑性 完全不是我需要顾虑的 这给了我莫大的自信 去面对眼前的所有挑战 哈哈哈哈哈哈 太爽了 老板 你调得真好 谢了啊 他干嘛 抢尼哥啦 靠X 真的假的 对啦